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求神祝福我们的家庭每一天都充满的喜乐跟平安 因现今的艰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手速安长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呢 就不要求脱离 你没有妻子缠着呢 就不要求妻子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 处女若出嫁 也不是犯罪 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 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弟兄们 我对你们说 时候减少了 从此以后 那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妻子 哀哭的 要像不哀哭 快乐的 要像不快乐 致买的 要像无有所得 用事物的 要像不用事物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 娶了妻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 要身体 灵魂都圣洁 已经出嫁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 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笼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 女儿也过了年岁 事又当行 他就可随意办理 不算有罪 叫二人成亲就是了 倘若人心里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做主 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 这样看来 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 不叫她出嫁 更是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着在主里面的人 然而按我的意见 若长手节更有福气 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论到同生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我既盟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 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因现今的艰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手术安藏才好 保罗对守同生也就是未婚的人 有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手术安藏 换句话说就是保持现状的意思 保罗强调其实结婚不是罪 只不过如果你要结婚的话 婚姻中的苦难那是必然的 这个苦难其实跟现今的艰难有点关系 保罗在那个时代有现今的艰难 其实今天也有今天现今的艰难 我想每一个时代的艰难不一样 但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 婚姻生活中间一定是要付上一些苦难的代价的 这些陆生的苦楚是必须要付的代价 而且越是到末世的时候 就主来的日子越近的时候 你会发现婚姻的价值观就是越混乱 保罗这里讲今天有妻子跟没有妻子 的差别不大 这个哀哭不哀哭差别不大 快乐不快乐 有产业无产业差别不大 的确这是今天婚姻的光景 我看到很多的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朋友 他们虽然是结了婚 老实讲他们过的日子 有妻子跟没妻子是差不多的 老实讲有一些教会也是一样 看到一些真的很辛苦的婚姻生活很痛苦的家庭 真的他们有丈夫跟没丈夫是差不多的 某一种程度还可以这样说 他们还挺羡慕那没有丈夫的人 因为在婚姻中他们实在有非常多的苦楚 而且有非常多的限制 所以在这里我想保罗是要鼓励那些一直想要结婚 但是却还没有结婚的人 记得一件事情 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不要认为结婚就会更好 保罗的意思是手术安藏 如果你能够在单身的生活里能够活得自在 能够活得自由 能够活得快乐 那么你单身的时候 手术安藏的日子能够活得很快乐 一个人也活得很好 那么我想当你结婚的时候 你就会活得一样的快乐 一样的幸福的几率要高一点 如果你现在不快乐 如果你现在也活得很不自在 觉得自己很痛苦 那么你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那我就要告诉你 结婚其实不会解决你单身时候任何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你结婚之后 你觉得你没有结婚很孤单 那结婚以后你要知道 若不是神所配合的 只是勉强的结婚 哎呀 两个人的孤单 那个才叫做孤单 那种孤单是更加的痛苦 挥之不去 那很多的人 现在的人也这样说 既然结婚那么多的麻烦 那么多痛苦 干脆就同居好了 其实同居还是一样的 你所看到现在同居带来的痛苦 其实是一样的 甚至比婚姻中更大的纠结 更多的痛苦 所以我觉得好像保罗的建议一样 其实手术安长 是你今天 你今天在单身生活里面 是最棒的 去决定把你现在 一个人未婚的生活把它过好 好好的伪生 好好的服侍神 好好的把眼目定进在神的身上 当哪一天如果幸福来敲门的时候 其实你就预备好了 所以如果只是为了孤单寂寞而去结婚 哇 那是一个更大的痛苦 愿上帝 愿上帝勉励我们 鼓励我们 第三十五节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笨 乃是叫你们行何一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事 其实保罗是要提醒我们 婚姻并非人生必要的选项 即使 即便人们对婚姻有极深的渴望 但是婚姻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的目的 最重要的目的 那么其实服侍神能够活出上帝的命定 能够荣耀神 才是我们在这一生中唯一要追求的唯一的目的 不管你有没有结婚 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你能够专心的去服侍神 能够活出神在你身上的命定 能够荣耀神 这是最终极的目标 至于结婚不结婚其实并不是必要的选项 保罗自己没有结婚 保罗自己认为他自己没有结婚 他更能够专心的服侍神 更容易去活出他的命定 更容易去活出上帝的荣耀 所以保罗个人认为 如果能够像他一样 能够守独生这样来服侍神 真的是尚好的福气 但是问题是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 而这的确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也不是每个人能有这样的呼召的 所以保罗是认为 如果你要结婚也不是罪 但是其实结婚就要记得一件事情 一旦你结了婚 你就不可能像你单身的时候这样服侍神 因为你结婚以后有一件事很重要 你要讨 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悦 那么丈夫要讨什么 妻子的喜悦 老实讲 婚姻关系是让服侍上相当分心的事情 我就是要提醒 如果你已经结了婚 你是不可能像你单身的时候 那样子在服侍神的 你不可能 因为你有一些担负的责任 你要讨妻子的喜悦 要讨丈夫的喜悦 你可能有孩子的责任要负 所以也不要忘记 保罗这样讲其实是肯定 是肯定的 就是你结了婚 你就一定要留意到你家庭该负的责任 所以你不可能像你单身的时候 这样子去服侍神的 所以但是不论你是已婚或者未婚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 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能够不分心 能够很专注的去活在神的命定里面 去服侍神 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因此我这样说 我也常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姊妹 如果你结婚以后 你好要专心的服侍神 所以婚姻关系一定要好的 如果你跟你太太关系不好 你还想要专心服侍神 那你就相当困难的 做妻子的也一样 如果你想要专心服侍神 那么你不把你丈夫搞定 你不得到你丈夫的支持 那么你要专心服侍神 其实也不是太容易的 所以顾好我们的家 那么然后能够专心服侍神 我想这是已婚的人 是要努力的 是要努力的 那至于独生的人 老实讲那就幸福多了 他就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多的分心的事情 把自己搞定就好了 把自己弄好 你就可以好好的服侍神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 老实讲要单身也好 结婚也好 很多时候也不是能够 完全自己来做选择的 但是但愿我们 不管已婚或者未婚 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竭力的保守我们的心 专心的服侍神 那是上等的福气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婚姻是祝福 单身也是祝福 甚至是更大的祝福 但无论如何 我们一生中间 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 那才是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 祝福已婚 祝福单身的人 让我们都能够有 同一个目标 就是竭力的保守我们的心 能够专心的来服侍神 不分心 就是上等的福气 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祝福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